你跟我去家车 你跟我去家车 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批投资人和作坊和我们断线了 是假包裹的影响吧 不可能 这批投资人有红顶合作多年的老投资人和合作商 红顶的家底他们再清楚不过 不会因为这点谣言动摇的 不行 我们不能一起去 为什么 自从那份文件流失开始 这一连串的事就摆明了有人在攻击红顶 这个时候如果我去找一些合作方 也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 对 如果我们一个合作商都缓不回来 事情会变得更严重 你必须得去 我留下看家 你要镇定一点 你记住 凡事还有我 只要你留在集团就能稳定军心 别忘了 你也是集团的大股东 好好发挥你的影响力 好好发挥你的影响力 好吧 我会图善处理的 好的 有需要的再叫我 有人来了 先这样啊 拜拜 孙奥姐 你在这儿做什么 没什么 刚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们 我今晚不回家了 你每天来工作都这么穿吗 什么 你去哪儿啊 回办公室 法务部也有很多事情要忙 喂 好 我明白了 合作商那边出了点问题 需要法律顾问 我得出去一趟 我 他 您 跟职 我 不 你 不 宅 还 还 一 离开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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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会担责任的就只有经营起来 更何况在座中有几位就是泄露报告的嫌疑人 甚至在一定的证据下 可以被证明成就是泄露报告的罪魁祸首 这种招数太卑鄙了 是你们买通了市场主让他们放出报告 具体细节我一概不知和理论也没有用 但是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路道是有两条 一是你们继续在红顶干下去 整天过着单轻受怕的日子 还要替别人担责任背黑锅 到最后呢 红顶还是会在大战中一败涂地 你们将一无所有 这第二呢 就是把你们手上的红顶股权转让给苏氏 你们作为技术高层 手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技术 全部加起来也有三四个百分点 凭这些股份 苏氏可以给你们安排位置 让你们在苏氏另起炉仗 你说的这些有什么保证 我们和红顶的合同怎么办 既然是收购 股份你给什么价格 这是个问题啊 各位 在商讨所事之前 我提议 先干了一杯 敬志同道合如何 不好意思各位 我来晚了 敬志同 你可算雷了 这边坐 谢谢 诸位 我知道你们最近 都遇到了想收购红顶股份的人 你们没有抛售股份 而是选择信任红顶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 林总 你先从我们该信什么 不信什么开始 好好给我们讲讲吧 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些了 但是大家请相信 红顶和你们合作了这么多年 你们对红顶的信任 就是红顶最大的财富 即使红顶遇到再大的困难 我们也不会单方面终止和你们的合作的 这点请你们放心 林总 你说的有道理 红顶一夜之间为什么变成这样呢 因为天海市三强争霸已经开启 苏氏天浪还有红顶只能留下一个 说实话 如果他们没有动作 我才更觉得奇怪 小云总 您真是魄力过人呢 有您刚才的话 我会放心地把合作续约下去 我们答应过老云总的 对您一样有效 谢谢大家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得回集团一下 最近的回笼出现问题 什么 在那 谢妍 你打电话来干什么 听说红顶集团遭遇了波动 岂止是波动 现在是灭岭之灾 天海市的这些集团 比我想象中的要优秀 要是打起来 还真是有两下子 戴娜 我警告你 你现在操作的是两个 有十多年历史的大级端 而且你的动作 也扭曲了斯特林家族的意志 根本不能客观选出 最优秀的合作者 照你的意思 根本就不用选 正常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红顶在电商领域 走在前面一些 而我 看的是潜力 给他们同样的资源 让他们打一仗 活下来的 就跟斯特林合作 这样 其实我们也节约了 中期的成本 有什么不好吗 但是你提供的是不公平的援助 你是在操作比较结果 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何况 红顶获得的援助少 如果他取胜了 他从斯特林这儿 得到的条件就更多 不公平吗 倒是你 我怎么了 段飞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你来的时候 他也是你的贴身保镖吗 戴娜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做得太过了 我会向斯特林家族 直接提出申请 我接着到天海来对付你 爸 你要是真的有办法 就不会打电话来 跟我说一些废话 别闹了 谢爷 我也就是 陪你玩玩 才接这个电话的 挂了 主任 回来了 你们下班了 嗯 基本没有电话打了 十八层那边好出了什么事 大家正在紧急会议 也没有我们技术部什么事了 大家也该休息了 嗯 你们走吧 嗯 主任再见 嗯 再见 证书和苏子曼证书我都拿到了 你要我怎么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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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底怎么回事啊 让他们跟你说 让他们跟你说 为什么会出现资金回笼的问题 我们和天亮公司博弈 本来股价已经被他们抬高到基价的两到三倍 但是他们还不肯放了 不松口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现在我们不是要回收资金回购股份吗 没错 我们已经和一部分投资人清理合同 受天亮的影响 这部分价格比较高 现在停止合同 投资人可能越稀释凌人 我们只需要支付资大金 当然 如果投资人好说话的话 我们可能连资大金都不需要 是投资人不肯松口 根据推测 是天亮收益他们这样多的 他们想拓垮我们的资金链 如果投资人不同于合同 我们就损失了多少 至少是收购天亮总资金的三分之二 这么多 怎么可能 这才一下午的时间 我们总共接受了多少个投资人 下午一家方程公司找到我们 想出走天亮今天的股份 因为价格比较合适 我们和他签订了初步合同 还没来得及汇报 这份合同已经出现在了网上 这是天亮集团和苏氏在围攻我们 原来天亮集团一直不和我们同盟 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了盟友 是我管理 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 想想下一步 马上召集法律部的所有人 天亮之前 我要履清所有的合同 看看损失到底有多少 听见了吗 快去法律部 我们两个现在一定要轮流休息 对方现在一定会有大动作 我要保证我们两个有一个是醒着的 你先冷静点石头 不过爸爸他还在的话 你别说这种话 现在红顶的人都会陪你到天亮 不要在大家面前软弱 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呢 我也会陪你到天亮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完成不了这些工作 明天天亮的人一旦发起攻击 我们就毫无招架之力了 我明白 我会陪着你 我和军人一旦发起攻击 我来 林总 法律部的人都到了 现在几点呢 五点半了 喂 云总 过去的几个小时 不仅有百分之九的部分 都被促时买走了 什么 现在还不确定 他是怎么买到的 但是按照这个比计算 可能公司的一部某些高管也 喂 段总 云总 电话打不通 他在这儿 你有什么事 昨天晚上 郑总查了那几个合同 现在有一多半 他们要单方面终着合同 没事 我们想想别的办法 好强大的资本关系 我赢不了他 我赢不了他 这种资本关系 我 我连见都没有见过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吃 你看 喂 葵总 已经确定拖住红顶了 有没有法律上的顾虑 完全没有啊 完全合法 这次是红顶自己走入圈套的 这个圈套不是我们设计的 总感觉在我们之外 还有人在下这盘棋 不管怎么样 今天先放缓对红顶的攻势 淳王齿寒的道理吗 没错 本来只是想由我们先占据上风 再由我们提出联手 这样才会有对等的话语权 没想到红顶在一夜之间 没有红顶 我们就没有办法对抗苏氏了吗 我哥哥起家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参与 但是故事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你永远不知道 苏氏集团对天海市的掌握力 有多惊人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 现在这个老怪物还没死 我不相信这种掌控力会减退 明白了 我这就去安排放松对红顶的牵制 你不是跟你的妻子情笔金奸吗 我都不骚扰了 你还来干什么 梦顶遇到了麻烦 这个麻烦还不小吧 商界的新闻 可是给了你们一整个半面 你现在不应该在她的身边吗 还是你觉得即使你在她身边 你也帮她不了什么 我快请你帮帮忙去的 怎么办 要不要通知飞哥 你赶紧给她打电话 喂 飞哥 红顶出事了 看新闻了没有 行 我就怎么说的 说是开发局 停工 暴乱 我正在还有其他的事情 你跟姑姑 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行 我去局面 就靠你们了 知道了 飞哥 红顶上下还真是团结 这个企业 已经经历了很多谋难 连你的同事 都这么努力的挣扎 而你却来求一个局外人 这样合适吗 要不你给我讲个故事听明白 就讲你跟云总才的故事 你肯帮忙吗 可能会 可能不会 我不是说过吗 红顶的命运也许就掌握在一个 贴身保镖的手里 请进 云总 今天公司有十四个高管没来上班 您看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这些人把公司的股份全抛了 然后全跑了 这是临阵脱逃啊 现在公司不仅丢失了股份 也丢失了人手 员工们要是有样学样的话 你们人力部的事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 你手下那么多人事专员 没有一个能用得上的吗 去联系去找啊 还能怎么办呢 云总 您别着急 我为什么要着急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什么可及的呢 云总 咱们看那些也没用 我早上一直在问自己 如果爸爸还在的话 他会怎么应对这些事情 您也不能这么想 这次冲击力之大 也是从我进公司以来 第一次遇到的 恒顶不能就这么倒了 我们的电商计划 才刚刚站稳脚跟 对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现在的情况是 网络上 有一份虚构的市值报告 让投资方对我们的信心大减 有人想趁机收购我们的股份 我要将股份回质 但是资金又被为终生拖住了 我们一旦违约 天浪就会出动法律援助 帮助投资方来起诉我们 公司最近因为有人泄露了报告 搞得人心惶惶 有人收买了公司的高管 有人趁机卖了公司的股份 还有人应该在官网中 我该怎么办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商站里没有什么奇招 什么 商站没有什么奇招 投资人比的都是 钱投了多少 投资人的信心 信息网 关系网的广度 那现在红顶的每一步都已经受人牵制了 对 所以我说没有什么奇招 以往红顶被动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去应对的 投资人没有信心了 我们都逐个打电话联系 见面 让他们恢复信心 资金链断了 我们就想办法沟通 抽掉项目资金过来填空 运总 现在公司只是逆境 还不是绝境 您不用看那些媒体报道 他们都是墙头草 您休息休息 喝杯咖啡 到楼下去转转 让员工们看看 我们的总算还没到 公司还没说 你说得对 光想是没有用的 转一圈后 您首先去找投资人 跟他们见面解释 让他们看到您的态度 商战比的就是 谁不肯服输 谁是工作狂 老云总他就是个工作狂 而且从来都不肯服输 红顶现在腹背受敌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敌人 安插进来的间谍 你说 我现在重新运作红顶 还来得及 您只管负责运作红顶 来不来得及 是我们的工作 那我们下楼走一走吧 好 我现在就能够做 他就干嘛 这一大分子 我今天是不能干 我都干嘛 我都给他 我都给他 你怎么干 你怎么干 你是不能干呀 坐下 你呀 坐下这个 是不是啊 对呀 鸡鸡老哥 没开工啊 你是管车的吗 不是 这个 哦 我是这儿业主 这不定金销了 然后不开工 我没法录录 别问我 我们想开工啊 从昨天一月一开始 不就拿来了几个工会代表 所以这个红警赛程出问题了 付不起我们的贡献 今天不把我们的贡献解了 我们就不开工了 爹 我们补干了 不给钱我们怎么开工啊 不会啊 这事你们就已经闹过了 爹 从那以后 我们的工资都是阿月发的 不知道这个红警出什么事了 不发我们的工资了 不到底 你几个工会代表 从哪来的 对呀 同警到底出多大事了 连我们工资都不给家 这也是 在新闻里我看到 有人挪了更矿 新闻都严了是不是 新闻都看见了 干了干了吗 都看见了吗 不能干了 来 进不冷了一下 进不上这点活 干不了干嘛 你不是啥的 睡觉是干什么了 睡觉是啥的 听起来咋的说 徐总监 我相信你 什么 公司上上下下 上百间办公室 如果只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真的是杯水车心 我想现在 你最清楚员工需要的是什么 该是你和你的人事部 出马的时候了 那您呢 我要去见下投资人 这个时候 他们才是我最需要见的人 我明白了 您只管去 后院交给我了 好 你和宋兰珍的事 就到此为止吧 你和宋兰珍的事 你和宋兰珍的事 您好 请问需要我点点什么 给我来杯咖啡 好的 你们这儿最大的带宽是多少 对不起 我不太清楚 这个人是干嘛 倒在这儿问东西的 不太清楚 行 好 顺着点 好的 您好 您的咖啡请慢用 雕虫小鸡 您不好 今天没带丝巾啊 西总好 嗯 咦 怎么了 啊 西总 你看好像有个水晶集团在帮我们讲话 我说吗 所有的言论也都对我们有利了现在 嗯 网络新闻也该扣了 现在说那份报告是在造假了 公关部 怎么那么牛逼呢 你们这回家是有意义吗 红牛能给你们一回钱吗 你们说了这种事儿我不可能干 让你配合我们 不是让你把房子毁掉 知道这叫什么叫正向检查吗 是不会这种人注意去的 那也不行 这种事儿 我的路人 给我出来 你们不动手的想想 同天不跟你开工课 再不跟我们合作 你们兄弟吃什么呢 总之前步到位 公警绝不能鼓务 这是公会的决定 公会能决定这个吗 公会大人能决定这个 我们这不公会派的代表 大哥 你就是公会的 对啊 公会的是吧 代表 过来 看 板子挺大啊 跑这儿来撒野 我问你 谁派你来的 说 公会是公会派我来的 公会 哪儿的公会 公会的 王先生 王先生 其实 其实我们这是 小淘汰公司的 我们一名老板 打电话上 我们这么做的 你知道 他们俩到底什么人了吧 你们到底哪儿来的 其实 是一个小公司的搞管 他们打电话 然后过来给姑娘 施加压力了 他说他们将会有什么大伤作 岂有此理 两个什么玩意儿 跑我这儿来撒野了 去去去 你 赶紧 组织公开会 您二位是 我们是 红顶集团 危机公关专员 我是老大 他是老二 冒昧的问一句 你们二位有证件吗 不会跟他们一会儿啊 不 你什么时候见过 危机公关 有 有证件啊 行行行 你赶紧去 找工人复工 快快去 看一个人 就不跟他们一会儿 你也会有 也会有 我 因为 没有 有 你 做 你 我 没 我让海盗收拾你 谢谢 余董这次你亲自过来找我说这些事 我确实很感动 红顶的事情我已经弄明白了 我相信你 这次难关 红顶一定会撑过去 您能这么说 我真是太谢谢了 您放心吧 我手上的股份谁也不会卖的 云总 你那边怎么样 我这四个投资人 我收服了三个 公司这边算是基本稳定了 新开发区和网媒那边 好像有人在帮咱们 然而面之急算是解了吧 行 我马上就回去 下一步等我回来再商量吧 好 你让那一家门的同事都休息吧 好好 行 小张 你干嘛去 我要和他去工作 忙我们 你忙忙你的就好 我眼泪见了 早就有点事找你 今天可没穿裙子呀 我今天换个对面 得意乎不错 那衣服不错 嗯 procrastin 白石头 我刚见过投资人 现在要回集团了 你在哪儿 我还在戴总这里 他怎么说 到现在还没什么进展 如果他实在不松口 你就先回来吧 知道了 先这样 如果你要先回家 给我打个电话 好 我要走了 不是说好了 今天晚上不能说走吗 怎么 没胃口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什么意思 集团在被人攻击 我的朋友 宏氏 妻子都在努力 保护集团 你让我在酒店里带一天 只是看看电影 吃吃喝喝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有什么呀 你就算过去 也帮不了什么忙吧 我真的走了 是总需要我回去 你现在留在我的身边 比留在他的身边 有帮助吧 那你就给我个准化 那你就给我个准化 你到底想不想帮鸿顶 你到底想不想帮鸿顶 其实你今天一天表现都不错 到这么晚了还能沉得住气 但是刚才接完那个电话 我对你的评价清零 好 好 那正好 再会 等等 跟我回房间 不错嘛 没有趁我洗澡的时候溜掉 你要跟我说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 其实 斯特林没有必要跟你们 任何一家集团合作 你说什么 你想啊 合作的初衷 是想让三大巨头互相竞争 互相残杀 斯特林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 来接盘 但是你们旗鼓相当 第一天就打得火热 这么看来 只要引导你们继续竞争 最后的结果 也就是三败俱生 这三个集团的实力空虚 斯特林还需要合作呢 直接收货 直接收货胜利者 不就行了 既然这样 你给红顶一些支援 让红顶成到最后 对不起 我先走了 没错 那这样做的性价比是最小 但是 要不要呢 我只是你的保镖 请自重啊 保镖又怎样 反正东南亚市场打开以后 收购也好 合作也罢 只要我做得舒服 就怎么做 你一直都是这么 精英集团的吗 如果你一个小时赚一百块 你还会在乎 一盒火柴卖一块 还是卖五毛 如果你想谈判 就给我一个 能接受的条件 留在这里过夜 也许 能多给红顶一天的时间 这已经很给云总在面子了 要是换做别人 顶多也只一两个小时 书难从命 马剑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所有事都办完了 不回来我干嘛去啊 你不是说 帮老大 替红顶减压吗 减轻了呀 新媒体跟自媒体的言论 我都已经控制了 既然取完了 那我不用了我该买去了 可以呀 姐 这招挺厉害的 当然了 什么 你确定 你确定 他们是这么交代的 我觉得是实话 不行 这事离我亲的去查清楚 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啊 行了行了 我也得跟老大打电话 喂 老大 你 我跟你说个事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给你打话你怎么不接啊 没电了 今天有你的比赛 你没来 对不起啊小雅 我忘了 你怎么回事啊 电话也不接 比赛也不去 你还不知道吧 鸿顶和苏氏 开战了 什么 吃饭 我怎么回事啊 很好